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院长您早啊 谢谢 我想今天把握短短的时间要跟您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个 您相不相信一个俗语啊 就是好心有好报 是 你相信 我相信这个很有哲理的话 我相信我也一直跟你站在一样的立场 不过如果是真的真正马总统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他会觉得这段时间他会觉得有些挫折 就是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结果好心没法 没好报 那他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您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也许是情绪 也许是他自能以为说 从他过去的经验来讲 可是我相信您在从政的经验 或是人生的经验上 应该这个月里不在马总统之下 那我知道你们每个礼拜都会 院长都会跟总统有一个见面的机会 您有没有打算要怎么样跟总统 就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有些事情心里的话要讲出来 或者有些如果因为总统是一国之尊 如果他的情绪或他的一个对事物的认知 有所偏差或是有所这个偏误的话 坦白讲对国家的影响很大 您觉得您会怎么做 如果您碰到马总统 我想我们都有人生的厄历 是 我们俗话就说了 说生有生母 恶有恶母 不过过期的社会 也会出现说 生有恶母 恶有生母 比如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做善的不一定有好报 可能有恶报 时间拉长来看 那做恶的可能 有好报 没有恶报 院长 这就是 就是违背社会的观感 我好现在提醒你 那您觉得 您会怎么跟 但是不是不报 时候会到 那你会把这些方法 所以我觉得 马总统存好心 做好多的好事 应该会有好报 现在已经逐渐获得灾区民众的认同 跟支持 前几天 总统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早期 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初 他的确受了很多的委屈 他作为国家的元首 这种委屈 不能再去讲 应该谁也要负责 或者应该是谁负责 他都吞下来 然后到处关心灾民 必要的所有派人会跟灾民交出 可是还是有点情绪喔 我觉得人非草木 谁能无情 对 所以内心 那您会怎么跟总统说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他 逐渐受到好报的时候了 所以你会提醒他 总统你不要介意 所以我想本来总统就不介意的 我常同他 不介意他 他就不需要道歉啊 我说早期嘛 他说不定在 email里头会起来 昨天总统国家发言人来说 总统我愿意为这个事情 如果大家有不舒服的感觉 他愿意 对 我在灾害的初期 他受很多的委屈 你想他的肩膀就是再宽 再厚 其实您跟总统 也算是朋友啦 对 在朋友的立场 是 你也去 也许可以跟总统 跟他慰问一下也好 跟他稍微 跟他讲一下也好 因为如果 他有这样子 不管是怨对之心 或者是有一个不平之心 或者是有一个情绪 我觉得长远来看不好 对他个人 我觉得总统 心胸 已经非常开朗 所以总统已经跟你讲说 他的心胸已经平复了 情绪平复了 我的感觉 他没有出过一句怨言 没有出过怨言 只是有一些感慨 是 感慨 感慨 那么 想要请问一下 今天您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那今天 国际团队 非常多委员关心 事实上 全社会都非常关心 所谓的这个肥猫的问题 是 肥猫的问题 您有提过 说有一些技术取向的 他应该 可能还是会支领比较高的薪水 如果不是的话 也许有检讨的空间 是不是这么说 我的看法 是 高铁是一个 关系千百万民众的安全 对 所以如果我们国内一般的技术人员 对这个新生事物不是那么熟悉 他雇用了一些 在外国 技术人员是关系到 不可或全的 系统安全的 就是系统安全的 我觉得这一部分 容许他 以别的高级的职位稍高一点的薪水 稍高一点 我觉得社会应该在 但是如果年薪千万一千五百万 这个高我看还是要顾照社会一般的观感 对 国际如果说 担很多钱 老实讲 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的年薪 不算 以国外很多 并不是那么过分 但是当他亏损 而且全民都很关切的时候 我觉得社会的观感 依然是欧董事长跟他的主导团队 应该要考虑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牵涉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您也众所周知 您之前在英董事长还没去职之前 您也宣誓得非常清楚 高铁是民营的公司 是 那么民营的公司 为什么你们要干预他的薪资 因为政府在里面有投资 政府行使股东的职权 而且现在董事长是公股的代表 对不对 对 所以 这个沟通的情势 郭董事长有不同的想法 或是他认为说 这个肥猫如果是好猫 也可以是肥猫 您的想法是说 好猫不见得是 一定要是肥猫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还有另一个问题 这是逻辑的问题 民营公司 政府要干预到多深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个沟通的模式 你也知道刚刚讲的 欧董事长是这个 这个公务的代表 可是 他想这样子 您讲这样 部长讲这样子 事实上在媒体上不好 如果会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事后 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能够事先有一个沟通 讲出来一致的话 那不会让媒体 会让社会解读说 你们各吹各的调 不会 因为他毕竟是民营公司的董事会的负责人 第一时间他要跟政府的角度一致 那不可能 但是我看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您会不会愿意说将来如果先跟欧董事长 或是请部长跟欧董事长沟通好 是 口气一致会好 这一部分请 毛副长 我来说明一下 请说 呃 第一个我想 这个欧董事长对于 社会观感 对他们这个所谓 肥猫这个问题 他是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是 这我想第一点 他也 他也跟我讲 他会处理 是 这是 这是第二点 有没有时常 那 但是呢 就是说整个来讲 好 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 在他目前 整个这个 从他的营运支出来讲 所谓肥猫的这一部分 事实上额度不大 是 不过这个问题必须处理 这是一个观感问题 对 这是一个社会观感问题 所以说从 处理他现在手上的 这个要处理问题 这么多的一个清单里面 嗯 相对来讲 他的优质 不是最优先的 不是最优先 嗯 所以呢 就是说基本上 好 我也跟他讲 我说这个问题 应该要有 对社会的这种预期 要有适当的回应 是 那但是呢 我说 我们大家 都应该给他一些时间 但是不能无限级 是是是 除了条件 但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对 对这个问题 我们共同的看法 大概是这样 OK 最后一个 不是最后 另外一个问题 牵扯到 这个肥猫啊 院长您觉得 是一个单一现象 还是愿意政府做全面的检讨 有公股的 有公股 有政府可以主导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社团 公司 或者是这个 这个基金会 政府愿不愿意全面检讨 愿意 可以全面检讨 我觉得有些财团法人 主要是由政府出资 假设财团法人的负责人 他工作的量跟重要性付出 并不比部会首长或者其他负重要责任的人 这个还重的话 他坐享或者是以比较少的付出 得到过多的 报偿 我觉得 这都应该列入社会观点 那么这个红标在哪里 是政府百分之百出资 还是百分之五十以上 还是政府可以主导 就要检讨 我觉得主要政府能主导的 都应该列入 共同要求的目标 好 那我们也期待政府能 这个委员长您说的 政府能够做一个全面的检设 而不只是说 现在高铁出来 大家讲高铁 明天哪一个单位出来 大家讲那个单位 我觉得全面讲是好的 也符合民众的期待的 那么另一个问题 记得最近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事情 一方面关乎政治 可是另一方面也关乎 这个测试我们的人权的这个底线 也就是前几天 您提到的 这个委员委员跟您 跟您直询到的 问到的 热碧亚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您有说周末 以前要做一个回答 可是今天是周末前的最后的上班日了 您觉得政府大概心里面 有没有一个底线呢 或是胸有成竹 像 有没有答案出来 我前几天到 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 去拜访 蔡同龙 总召集人 曾经 希望我礼拜六之前 要给他做一个这个回复 我会信守这个承诺 所以在今天 今天 我们相关的单位 会就两个大前提 就是国家的利益 就台湾 或者我们国家 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 还有全民的利益 这两样来做最重要的考量 凡是符合这两个利益的 如果不一致呢 或是有一些不完全一致呢 在我想 凡是对人民不利的 就是对国家不利 同样的对国家不利 应该也会对人民不利 不是我们检验的面向不一样 国家可能涉及到比较 外在的形象 或者外在的分析 可是人民的利益 可能直接到他们的生计 到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两样 都是必须考量 长期短期也不一定完全一致 长期跟短期 在我想 应该大体会一致的 好 那你所以说今天 下班前 我礼拜六以前 会跟蔡总召 回这个讯息 是 谢谢 好 另一个问题 我们请财政部 也 谢谢 也要提到 其实昨天 我想问一下 今天你有提到说 政府目前没有加税的考量 的确 因为 现在不符合加税的要件 第一个 现在全球的景气 都还在金融 这个海啸的余震当中 对 第二个 私务率还是居高不下 对 那么多的民众 在贫穷县的边缘在增长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 是一个检讨税制的时机呢 我认为 我认为两个状况 第一个 为了国家社会的需求 比如说 当社会觉得哪一种税 应该要减 例如讲嘛 像过去减 一阵税 这是税改人数 共同的 这个 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 那有些 有所质疑 比如说 所得税的宽减额 扣除了要提高 来照顾大多数的民众 这有共识的 那我们会做 第二个 就是当景气 大部分是恢复了 国民的所得向上提升 生活大体改善 新平跟进平的人口 大量的减少 这个我同意 那我觉得到那个时候 应该是考量 未来我们税制 是不是 再略做调整 是 谢谢委员 现在请 部长 我跟部长 请问 昨天您有 大概有提到 加税的时机 大概是2013年 是不是 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 基本上讲起来就是 国家要进步 建设要裁员 是 在一个 这个客观条件 许可之下 大家有共识的情形之下 再做加税 才有意义 对 那您觉得 这个2013年 是什么样的因素 让你讲到2013年 目前 Globe Insight 对未来经济成长的估计 这个未来的几年 经济情况会好转 就在好转的情形之下 大家的租税负担能力 部长 我请问你 跟选举有没有关系 2012年选总统 基本上应该不是这样 去考虑事情 不是这样考虑的 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说 从一个 因为马总统成因 成诺国不加税 那你是不是 总统选完了 说就要加税了 应该是看经济的环境 对 这个社会的需求 大家的共识 一起来努力 部长 刚刚院长也讲了 是 就是说 等到整个经济环境改善 这是必要的 对 可是 您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2013年 你这个按照之前 政府机关的一个 包括主机处的一个讲法 事实上今年就要触底了 对 明年就反弹了 根据现行的状态 那明年是2010年 是 是 所以那只是个具备的 我们做一个中长程的规划 是 是要有些构想跟蓝图嘛 对 假设的条件之下 我们就做应该做的事 那我发现您跟院长讲法有不一致的地方 应该大致相应该是一致的 应该是一致 你有时间表 院长没有时间表 这个当然我们从作业的规划 总是有些schedule出来 才比较好做后续的推动 院长您看呢 财政部所提的中长期财政改善方案 对 现在还没有经过院会 所以财政部的主张 如果同院的主张 还不百分之百的 那是因为它还没有成为 院的主张 所以财政部提的 它可能比较细的变化 我会考量 可能会考虑其他 部门的看法跟社会的状态 尤其我对于庶民的环境 要特别给予关注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比较辛苦 比较弱势 所以综合研办以后 只要成为行政院的政策 那行政院的各部会 就完全一致了 现在只是在财政部要提一个 中长程财政改善方案 因为财政部对于政府的财政责任 我觉得让财政部 多广纳 中资 让各界的意见 让它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副案 那么院长您这样讲 讲法 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这样解读 就是说 事实上 这个税制调整 改革也好 和改进的这个时机 还没有确定 我觉得现阶段 谈不到加税的问题 谈不到加税的问题 OK 好 谢谢部长 现在我再请问院长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失业率很高 失业率很高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我们的失业率的表现 是亚洲最糟糕的 根据这个最新 9月12号公布的 这个我们失业率是6.13 那么日本是5.7 5.7% 香港5.4% 韩国3.8% 新加坡3.3% 那么面对我们这么 我们面对这么高的 这个事业率 在前任院长的时期 也提过很多案 不管老委会 教育部 国防部都提了啊 国防部把这个 这个提前入伍 都算作 这个减低 失业率的方案啊 政府可以说 使尽所有的这个方式 您觉得 为什么这么高 我们该怎么做 下一步是什么 目前做的 降低失业率的措施啊 嗯 比较显示出成果的 是短期 促进就业的方案 嗯 但是这个 不是永久的依托 是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对于 政府跟民间的投资 这些投资 不但能创造GDP的成长 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觉得这才是资本之道 对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体质哈 仰赖出口 仰赖这些比较高 对 然后我们某些数据哈 某些数据 也显示出 有些季节性哈 季节性 比如说 七月跟八月 大量的毕业生出来哈 嗯 也可能造成季节性高 我我确信哈 现在经济的全球性的危机 逐渐的有缓解的这个状况 是 我想从九月开始 或者我们就业的基本环境 会有逐步的改善 我希望 我们也想 我们也想 预测的 从第四季开始 我们的GDP就可以转正 嗯 那么明年 他们预测 说成长率会有 百分之三点九二 我觉得当景气 向上提升的时候 那就业的情形 应该会有改善 这次我们 非常感谢立法院 支持我们很多的特别预算 是不是 还有年度预算 可是我们都同意啊 可是您怎么 有办法 所以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表现是 全亚洲最糟糕的 一样受冲击啊 日本 日本经经济萧条十几年了 他们失业率都比我们低呢 我们觉得如果拿日本的例子 您觉得 我觉得很多专家 有很多专家讲 正因为日本历经了 长达十年的 经济的低迷 所以他们在 产业的调整上 已经到达一个相对 比较有能力硬度的 我们就是要再萧条个十几年 我们就可以变好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子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子 新加坡在之前 它受的伤也很重 对 那何以它能比较快速的 在失业率上头有改善 我觉得都有值得我们借进的地方 它报道成为我们二分之一 它三点三我们六点一三 是 对 当然还差零点五就成为 可是重点是 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您觉得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应该要做得更好 不能是 可假如目前 目前还没达到这个目标 水涨我们就船就高 不能这样子啊 是 我们目前还没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 对 有关扩大公共建设 扩大内需的方案 采取比较扩张性的财政措施 恐怕还是当前 唯一 唯一能做的 而且必须要做的 唯一能做的 所以讲 必须要做的事 必须要做的事 好了 可是政府花了那么多钱 不管是短期就业 不管是这个 学生的实习啊 您知道 就跟消费券一样 过去消费券 我们说发行了 800多亿的这个消费券 可以这个提振 0.64的经济成长 可是啊 根据专家研究 很多消费券是 变成了替代作用 而不是扩张作用 原先他要买的东西 他本来就要买了 他把这个钱省下存起来 拿消费券去买 而不是说 原先他没有想要买 或是原先不必用到 他先买起来 这样的扩张增加消费 这个实习计划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 原先这个企业 原先雇佣的人 或是原先他有一些老员工 薪水比较高 结果现在政府提供了 两万两千块的这个实习计划 来他就把老员工 辞掉 或者说 请了这个新毕业的人 这样变成一个替代作用比较高 而这个扩张作用比较低 这样的政府的政策 事实上对于提振就业 真的有那么帮助吗 我看是没有 所以说就业的这个数字才会那么难看 您觉得 我想因素 至于我们检查的空间 我想您所指教的 有很多都是 有十分的值得我们参采的地方 所以我也给黄委员报告 我觉得政府还有一宗市 可以做得更好 比如我都举一个实例 请说 在彰化的二林 中科有一个市企的计划 就是包括友达等十六家公司 准备要投资五千亿元投入 那年产值将来可以有九千两百亿 创造最高可以到达三万个就业机会 所以县长他前几天来看 我觉得我们行政的协调跟这个决定 有改善的空间 就是原先他们照计划 是七月二十八号就要动工 对 可是现在已经九月二十五号 前几天是九月二十三 楼梯也没有下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设法让民间有比较好的效率服务 让他的这个开工的期间 完工的期间 投产的时间能够提早去做 我觉得政府应该努力的 这一点是其中的重点 我会加强我们行政部门的效率的提升 希望帮助民民的企业 投入这个企业 我们刚刚提到是国家资源 国家资源的配置 你就是要制造这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结果发生的是替代作用超过这个扩张作用 饼没有做大 饼是把一块切下来补另一块而已 那这样是轮流实验 可是这些短期的措施 或者一次性的措施 假如不做的话 那它可能更糟了 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要做的话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饼做大 而不只是切一块填另一块而已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一定往这个目标来努力的 我们要看到结果 我想当政府的投资效率高 为什么我也很注意重大工程的执行率 因为执行率代表你政府部门 到底说要投入一千亿 立法院给了一千亿 你到现在年度快结束了 到底你做了多少亿 当政府的投入有如期去 民间的投入也因为政府的效率跟服务提高的话 他也照计划或者比计划更早投入的话 他所产出的效益就逐渐会显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提升效能 提升效能 不只是政府内部的要求 您愿不愿意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希望在这边说什么 提保证做什么 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就意数字不好看 反正政府已经做了那么多 做了那么久了 八九个月过去了 就是说当然之前 马公共就职已经一年多 可是推出这个方案大概七八个月八九个月了 八九个月过去了 事实上这个就意数字还是不好看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或者说院长你可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 或者政府预计 大概什么时候就会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会掉下来 而且会跟我们周边的国家来顶比 我们不会输人家 谢谢黄委员 有没有这个样子的吧 我们会虚心的接受各界的指教 采取比现在还更积极的措施 希望能够把就业的情形做得更好 让失业率比较合理的继续降低 谢谢 好谢谢 另外请问海巡 之前的这个我们的渔船啊 富洛摩沙酋长二号 船长在日本法院啊 这个判三十万日币的罚金之后就可以回来 我们缴了罚金就可以回来 可是这背后出现的问题 不是说哪一个人在那边 是我们跟日本方面的互动的一个问题 就是将来这种事情层出不穷的发生的话 怎么办 第一个 我们的渔船 我们的这个海钓船 或是观光船 赏金船 如果再次发生 好日本的这个船舰 甚至跑到我们的这个战定执法线 以内我们的边 我们的这边 好 来把船扣走 那难道过去在这个 这个联合号的事件发生之后啊 我们不是说已经跟日本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互动模式了吗 好大家有个取得一个谅解吗 还是发生富洛摩沙 邱长二号 好那这个事情是最后一件还是将来这继续发生 您觉得一方面马总统以前念书的时候是保调大奖 其实保护到一台这个是这个领土的这个问题啊 不管是蓝绿啊 其实大家都一致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这件事情本身上啊 在国内是共识度相当高的 可是我们如果让这种事情一再发生 除了政府的公权力受损之外 事实上啊 人民对政府的这个信心啊 也会跌很多 那对于国家的尊严更是大的损害 您觉得将来怎么做 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还是更灵活的手段 我始终认为 中华民国的主权 是应该 对这有了解 这段跳过去 那这件事情啊 中间可能牵涉到 到底我们的海跳船 就是这个娱乐船 有没有进入到日本的领海 这是事后的调查 对 但是在当下 那有进入 对方的领海 如果有进入日本的领海 我们希望日方 能够提出证据 然后他对我们执法的 这个海巡署的同仁 有压制的这个状况 我们已经跟他提出 感动的这个抗议 嗯 所以我们今后 还是会继续 继续努力 维护我们渔民 渔船应有的权利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跟日本 或者将来其实跟大陆 有关渔权的各种谈判 或者协议 希望能够确保 不要常常 或发生擦枪走火 所以说不管是外交部也好 尋外交管道 或是海巡署也好 都会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经验 在跟日方戳商一个 比较好的方式 对不对 对 可是这种事情 如果一再发生呢 比如说你抗议人家不理你啊 譬如说你在这个我方的 占定执法线 这边的这边 人家还是跑来这边把船抓回去 如果再发生的话 这么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吗 还是怎么样的立场 可否请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意识 通报情实际哈 可以 参与的 还迅速哈 包括黄委员 秀长请说 那个目前啊 我们和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以及水产厅 这个有联系的一个管道 那现在有一条暂定执法线 对 这我就知道 这么多年来 在暂定执法线内 日本没有扣押我们的渔船 它只是有 包括这次也没有吗 那这一次它是在暂定执法线外 当时我们通报的时候已经在暂定执法线9海里 那根据日本的资料 它已经进入他们的水纳岛9.2海里 然后被追逐了5个小时 来进入我们的暂定执法线2.8海里 那依照国际法的规定 日本是有紧追权 所以说它可以追到我们的 它不能追到我们的连海12海里 但是在关系经济海里面 是可以告在这个边缘 那这一次我们非常感谢外交部 发生了以后 我们立即启动 透过外交的途径来这个 来解决 好 我叫你这样的问题出来了 如果日后 我方的渔船海钓船观光船 再次跑到 如果发生这样子的情形 会发生一些误解 日方追到我们的暂定执法线边缘 甚至跑到我方这边的暂定执法线 这边我方的这边的区域 只要我们要进入领海 领海他们是有颈椎权的 是不是这样子 依照国际公法 它必须要在日本的领海里面 被发现以后 我知道啦 这个知道 他们可以追到我们的暂定执法线 我方这边 然后只要不进入我国的领海 他们就有这个颈椎权 你只能在领海这边警戒啊 没有我们对峙的时候 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呢 我们虽然了解是整个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对峙的时候 再透过外交途径的解决 所以我们有一个暂定执法线 例外的一个处理人者 以后 如果照这样的话 这个模式就不会变咯 除了日方强压我这个 我方执法人员在地上 这个东西改善之外 其他的他的 做法都没有错咯 我们的船 我们的船舰是没有办法 保护我们的渔船咯 如果我们的渔船 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 没有预约国际公法 我觉得日方如果有蛮横的作为 我们不只提出严正的抗议 还会寻其他有效的途径 希望他要节制 所以在这里也要呼吁 我们自己执法的人 我们也会呼吁 大家严守我们国家的 但是最后一个问题就好了 院长您是不是告诉我 将来这个这样子的模式 政府的执法模式不会改变 就是这样子 我想维护主权 包括保护我们渔民合法的权益 这个坚持不会改变 是 但是做法上 会不会让民众观感更好一点 当然有些民众 他认为应该要更强烈的去处理 可是假如两个国家之间 如果为一点点擦枪走火的事 就不理性的进入一个更严重的状态 恐怕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所以是中间的拿捏 我们只要自己做好就好